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非短长 是世间的常态 无常一道 一切都是尘埃 你若不珍惜 就变成了永久的遗憾 人性是现实的 是无情的 欲望是理想的 是无心的 人性和欲望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便是一道百味的人生佳肴 如果你不是一个很善于交际的人 那就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散步 一个人看电影 你会发现 其实一个人比一群人更好过 佛曰 如果一个人身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 就连亲情也很淡薄 之所以这样 无非以下四个原因 一 身边几乎没有朋友的原因 你朋友挺多呀 真羡慕你 小王笑眯眯地对小李说 小王能说会到 一直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结识新的朋友 认识小李两年多 每次出来吃饭 消息响个不停 他都是马不停蹄地一一回复 然而两个月前的一个夜晚 他却发消息说 他内心孤寂荒凉 很多人一见面就热情似火地 称兄道弟 其实都是逢场作戏的酒肉朋友 关键时候 没有一个人可以交心 一 经历变故 懂得人性残酷 俗话说 经一世 长一智 人只有在经历一些事情后 才能明白一些道理 认识的人很多 身边的人不少 平日里有来有往 看似有好 一旦遇到困难 需要帮助时 他们便消失不见 甚至落井下石 那些在你遭遇变故时 袖手旁观或疏远离开的人 都不是真心实意的 经历变故 深知人心现实 人性残酷 便把自己封闭 和他人保持距离 所以对社交不再渴求 二 本性善良 却不懂人情世故 生活中有些人 不够成熟圆滑 本性善良简单 因为不懂得人情世故 所以在相处的过程中 难免会被心机深重的人算计 他们发现社交太复杂 还不如独来独往 省去不少麻烦 这样的人本性善良 很重感情 却心思单纯 不懂防备 受到别人的欺骗伤害后 对于交往变得谨慎 宁可独自一人 也不热衷社交 他们只会对真心的人 重情 重义 推心致富 所以朋友不多 圈子很小 三 内心通透 懂得为自己而活 现实生活中 有太多的人在意别人的看法 为了迎合他人 融入群体 委屈求全 勉强自己 时间长了 无法随心生活 过得越来越痛苦 而那些看似不合群的人 身边没有什么朋友 平日里总独来独往 并不是他们清高冷淡 而是内心通透 不愿将就 只想取悦自己 遵循内心 过好自己的生活罢了 四 独立自强 不愿依靠他人 生活中有很多人 从不对别人寄予希望 凡是依靠自己 独立自强 他们认为时间精力有限 要用在自己身上 与其费尽心机社交 靠人脉走捷径或成功 还不如提升自我 依靠自己 明白了靠人不如靠己 知道了求人看人脸色 于是对社交不再感兴趣 舍去了身边的虚伪之人 只留几个真心朋友就好 把时间精力给自己 把真心交给真心人 今后的路 依靠自己 所有的事不再求人 余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无需强容谁的世界里 有真心朋友两三 家人陪在身边 平淡生活 竟想时光 足矣 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不必把每个人想得都那么好 也没有必要把每个人想得那么坏 人迷失了自己 就会邪恶 找准自己就是心善 佛曰 人无善恶 善恶存活而心 所谓的是一念之间善恶 常常只在人的一念之间 因为佛与魔都住在人的心里 正所谓一念成佛 一念成魔 释迦世尊说 眼前所有一切众生 因为内心思想不同的缘故 造作出来的善恶业也不同 由于这样 所以有天 人 阿罗修 地狱 畜生 恶鬼等六道的生死轮回 人心分两面 一面是佛心 一面是魔心 据说 过去盗墓贼 一般都需要两个人 打一个洞 其中一个人腰间 系绳下去 取珠宝玉器 另一个人在上面 拉着绳子 但经常发生 拉绳人建材起义 抛弃下面同伴的事情 于是 演变为盗墓团伙 以父子居多 但还是会发生 儿子扔下亲爹的事 最后形成 行规 儿子下去 去取货 父亲在上面拉绳子 长此以往 在利益的驱使下 人的魔心 就逐渐显现 冬夜归武曾说 世界上有两样东西 不可直视 一是太阳 二是人心 二 千万别太相信人 千万要相信人性 一 利益之下 最见人心 洛克菲勒 在《家书》中 对儿子说 利益是光照 人性的影子 在他面前 一切与道德 伦理 有关的本质 都将现行 且一览无余 人性往往是 最经不起考验的 尤其是在利益面前 有句话说得好 不背叛 只是因为背叛的筹码 还不够大 这种利由 一旦大到一定程度 人性阴暗的一面 就会被诱发 天下 熙熙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望 二 有一种坏 叫见不得人好 人性就是如此 看到别人 比你爬得高 不是说 我也要去那里 而是对别人说 你下来吧 下来吧 也到这泥潭里来吧 有一种恶 叫见不得别人好 尤其是 见不得身边的人好 老人 离乡多年 在五十多岁的时候 回到老家 承包了五十多亩核梯 老人花了很多心血 投了不少钱 眼看着核梯的收益 越来越好 这时候 村里的人坐不住了 几乎村民带头闹事 不给钱就不离开 经过调解 双方签订了协议 给了四千块钱了事 承诺承包期间 不准再来闹事 然而 尝到甜头的村民 很快就又来了 但这一次 老人一分钱没给 恼羞成怒的村民们 叫来一帮人 挥起锄头 将二十多亩地瓜苗 全部砍掉了 村民们 还恶人心告状 跑到镇政府 派出所闹事 其实 这个河霸 已经荒废了两年 之前没有一个村民 愿意承包 可当他们看到 有人赚到钱以后 就开始眼红了 以佛眼关顾 心性本境 克尘所染 绝名为旧 世尊在三十教法中 就阐明了众生的心性 是灵明空计的 受宿主业力的牵引 克尘烦恼的染灼 所以表现出善与恶 在当下千百念头 万千思绪 恶意萌生 心理学有个词叫 贝勒定律 如果对一个人太好 非但得不到对方的谢意 还会让他习以为常 甚至变本加厉地 榨取你的付出 去年五一期间 18名旅友去陕西秦岭 探险时迷失了方向 他们向蓝天救援队 发出求救 蓝天救援队 37名队员 连夜赶往深山 经历了无数艰险 才将18名旅友 救出了深山 在救援过程中 蓝天救援队抵达时 旅友们说 可坏了 救援队员就把自己带的水 分给了旅友们 救援队员断水 在极度缺水的情况下 在崇山峻岭中 搜索了整整一夜 可当旅友们走出深山以后 一名旅友竟从包里 掏出两瓶水 还烧水泡起了茶 救援队员问他 你怎么还有水 这名旅友 理直气壮地说 做人需要留一手 佛教所讲的四重恩 是师掌恩 国土恩 父母恩 众生恩 饮水要私缘 知恩图报 做个有情有义的人 才能得到诸佛菩萨的 互有加持 不知报恩 因果也不饶人 总而言之 佛曰 一切法 由心生 善恶 也在我们心念的 一念之间 别管别人如何做 如何行 你应该只管善良 做一个善人 心中清净 无染 自会受到 不一样的收获 你要相信上天 永远不会亏待 善良的人 善良是我们每个人 必须要有的品德 但是 如果超越了平衡 对于自身的发展 是没有好处的 高僧就说 如果太过善良 反而会被别人欺负 身边的朋友 会越来越少 这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具体来看一看 一 有些人很善良 为什么没有朋友 俗话说 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朋友对我们而言 是很重要的 没有朋友的人 是很孤独的 可是 我们可能就会发现 一个奇怪的现象 那就是 有些人明明很善良 却没有什么朋友 善良的人 不仅善解人意 还会热心助人 大家应该很乐意 和这样的人 交朋友才对 为什么善良的人 就会很少朋友 甚至没有呢 可能有以下四个原因 第一 善良是一种良好的品质 而有没有朋友 和交到多少个朋友 在很大程度上 和你的情商有关 往往和品质 没有很直接的关联 品质不好的人 他也照样 可以交到很多朋友 只不过交到的 都是一些臭味相投的人罢了 就像黑帮一样 第二 有些很善良的人 不太善于言语 也就是性格有点内向 缺乏和他人交流沟通 自然彼此之间不够了解 就很难做成朋友了 第三 价值观不一样 善良的人 无时无刻都会 先替别人着想 看到别人有困难 就会立马帮助 但善良的你 想和别人成为朋友时 别人却不像你那样 以乐于助人的准则 来做人做事 可能他是信奉 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信条 两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 自然就很难走到一起 毕竟价值观不一样 就会没有话题可聊 第四 善良的人 大多数都是老实的人 很少会拍别人马屁 也不会想方设法 去讨好别人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现代社会越来越注重物质了 大部分人都是怀着一定的目的 去和别人交朋友 并称兄道弟的 这一点在竞争激烈的职场上 表现得淋漓尽致 善良的人不太会拍同事 领导的马屁 也不会去讨好对方 自然和同事领导 就不会太亲近 甚至 他们都不认识你 那肯定就是做不了朋友的 以上的四个方面原因 只是一小部分原因 还有其他的因素 导致很善良的人 没有什么朋友 此外 最重要的是 交朋友不在于数量 而是在于对方是否真诚待你 一生能有几个知心 真心朋友就可以了 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一句话 印象深刻 所有的毒药和一切的良药 只是计量上的不同 万事万物 都要讲究一个肚子 在肚之内 事事都能按照原本的规则 顺利运转 可一旦过了肚 连好事都有可能转变成坏事 包括善良也是如此 有人时常与人为善 总觉得帮助人就是帮自己 多条朋友多条路 这样的想法本身没有什么错 可一旦谁的忙都帮 对谁都心善 也许就会种下苦果 到头来 倒霉的仍是自己 就像有人帮错了人 成了农夫与蛇的存在 有人逞强帮忙 最后受埋怨的是自己 有人因善次次原谅别人 受到伤害的还是自己 忙碌半生才恍然发现 心善是好事 但过了度的心善 要不得 甚至有些时候 越心善越没朋友 人们常用烂泥浮不上墙 朽木不可凋液 咸鱼翻不了身等等俗语 来形容一个人没有未来 可有些人选择的生活 就是这样 他们不是真的没有未来 只是他们选择的未来 同别人不同罢了 而那些过分善良 过分热情的人 总想以一己之力改变对方 这才是最吃力不讨好的存在 甚至会引人生厌 就像身边曾发生过的 这样一件事 小区里有一位很热情的大妈 退休后无事可干 便给试婚人士 介绍起对象来 看到一个小姑娘 快三十岁还没有结婚 便主动要给对方介绍对象 姑娘推托好几次都没拒绝 这才草草说了要求 大妈这才满意离去 过了不久 大妈真的找到了 适合姑娘的男生 两个人见面后 感情迅速升温 姑娘以为 快到谈婚论嫁之时 突然发现对方 已经有了家事 因为这件事 姑娘朝大妈发了脾气 怪对方给自己介绍的对象不好 怪对方非要多管别人的闲事 要说大妈有错吗 肯定是有的 虽然出发点是好的 也是真的在为姑娘考虑 但做人做事 不是有了善心 出发点没问题 就一定能做出好事的 有些人看到别人生病 着急地寻找偏方 对方使用后才发现 偏方不仅没用 还会有副作用 有些人看到别人吵架 便上前拉架 根本不懂前因后果 就果断下定义 有些人不知道别人想要什么 便着急献爱心 自己努力半天 结果跑错了方向 不是所有善心都能结善果 太过心善 没有尺度 不懂辨明对错的时候 善心结的可能是恶果 其二 真正的朋友不是心善换来的 俗话说 与人方便 就是与己方便 千百年来 人们总是在强调 善良的好处 尤其是在人际关系中 很多人相信 将心比心这个道理 但凡事有利就有弊 将心比心的确 能换来朋友 善良也能拉动人心 却也会让自己结交到错的人 当初去西班牙留学的作家三毛 吃过太多善的亏 三毛出发去西班牙之前 家里人拉着他的手送行 一路上 一直在念叨 要懂得吃亏是福 要与人为善 要勇于承担责任 听了家人劝告的三毛 一直是宿舍里最和善的人 宿舍的内务 他有时间便主动收拾 别人问他借东西 他能借就借 别人找他帮忙 他很少会拒绝 然而在他对人友善的时候 却体会到了什么叫做 人善被人欺 因为三毛总是很好说话 什么事都愿意做 什么事都愿意帮 舍友逐渐把他当成了工具人 逐渐不再尊重他 宿舍的内务 成了三毛应该履行的责任 别人借他衣服很多时候是有借无还 别人的要求他似乎没有拒绝的资格 别人占他便宜 也占得理所应当 终于三毛爆发了 他在宿舍里大闹一通 收回了所有借出去的东西 再也没有给过舍友好脸色 三毛以为他失去了朋友 以后只能行单影之 没想到他这样的行为 只失去了一小部分朋友 却换来了真正的尊重 看清了 谁才是真正想和自己来往的人 心地善良的人 常常对人极其友善 这种友善能换来一些朋友 可这些朋友 不见得是真的欣赏自己 还有可能是为了利用自己 反而是那些对人善良有度 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人 才能看清谁更值得自己来往 总之在生活中 慈悲善良固然是好 但一定要得当 不然一不小心便生罪过 慈悲有分寸 要建立在健康的法度上 不能感情用事 太善良 别人要什么就给什么 千金人物必有千金之德 德不配位必有余秧 一个人如果德性跟不上 却突然获得很多财物 或身处高位 而自己根本没有约束欲望的能力 那么只会让自己在欲望中沦陷 无法自拔 最终会造成灾祸 殃及自身 因此千万不要掏心掏肺地对人好 佛的至高 慈悲是无缘慈悲 无缘慈悲就是 无差别地帮助世人 不会因为谁跟自己的关系近 就帮谁多些 谁求得多 就帮多些 对待众生都是一样 这样的慈悲才是理智的 才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 如果学佛了 大家都应该互相称师兄 也称为道友 道友就是以道为友 大家在一起的目标 是为了学佛 是为了修行 不是为了拉帮结派 也不是为了攀缘 大家心中有个 共同成长的目标 这样关系才能长久 有一位居士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由于对佛门思想的喜爱 所以寺院内大大小小的活动 他都有参加 非常虔诚 但他近期遇见了很多烦恼 对此有些不解 有一位相处的还不错的佛友 经常和他一起讨论佛家经典 但是接触之后 就发现 这位佛友经常和他提起 自己家里的事情 比如自己的家里怎么样怎么样 邻居如何不好 自己修行得不到精进 最后 把自己孩子上学的问题 都和这位居士分享 知道这位居士的工作 会接触到很多人脉 于是请求这位居士用人脉 让自己的孩子进入某学校 这位佛友的问题 让这位居士不胜其扰 不知该如何拒绝 有的人把佛友混为朋友 并不赞叹 朋友总是世俗化 居士之间谈论的更多的是佛法 是修行 是对某部经书的见解 而不是别人的婚姻 感情事业 这些都要远之 可以给他建议 但不能插手 这样就夹杂了很多东西 长此以往 目的就不单纯了 以后慢慢地就有烦恼了 有的人进入某些团体 就想着跟谁特别好 世俗上可以特别好 但在佛门中 应该平等相待 不要有特别的 靠太近了 就会有怨 朋友好起来可以两肋插刀 如果有怨恨了 就有烦恼了 有了这个想法 就是污染 如果把佛友当成朋友 是很可惜的 最后连佛友都做不成了 要谨慎 二 佛友之间不谈世俗事 佛友之间不谈是非 不谈世俗 只谈修行 谈知识 红一大师说 君子之交淡如水 人和人之间有一种关系 淡淡地就好 毕竟我们来到寺院 是为了修行 而不是为了攀缘而来 常活在世 我们会有很多朋友 他们在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 走进我们的生命 然知音难觅 知己难求 把志同道和一起修行之人 称作朋友 是有些可惜的 佛友之间谈知识 要知道 道友很难得 这个叫同行善知识 如果修行 只有你一个人 能修得下去吗 肯定不行 要有善知识 其中教授善知识 互持善知识 还有同行善知识 然后 你再想 你身边学佛的多 还是不学佛的多 所以要珍惜呀 在城市 年轻的道友多 有共同话题 那如果跑到偏远乡下 学佛的都是老太太之类的 你说 你能有多大的信心坚持 还有 不要以世俗的观念 来看佛友 不管你是当官的 还是老百姓 不管你有钱没钱 都一样的平等 佛陀是太子出家 历史上皇子出家的 实在很多 比如说达摩祖师 龙树菩萨 尤其是印度那里特别多 中国也有 梁武帝也出家 还有唐朝的宰相 裴修 也顺子出家 他儿子是汉林 出家后 法明 法海 这说明什么 进入佛门 就要放下 世俗的成就 世俗事业再大 有佛陀大吗 当然 在世俗有成就 也是福报 也是值得赞叹 但在修行的高度 是应该平等 只有这样 才能生起对法的信心 而不是来佛门了 还在攀比 要把道友 当成宝贝来看 大家来共同互吃一个道场 要珍惜 你有世俗的事情 可以跟世俗人谈 好不容易遇到了道友 就好好谈佛法 谈修行 有的人到了寺院 不谈佛法 就谈世俗 这就是颠倒 如果真的在修行的 大家的心都是相通的 不用太多的话 如果不在修行中 说太多 心灵也无法靠近 所以到道场后 尽量少说话 多念佛 多看佛书 有的人亲近师父 但一靠近师父 就容易观察师父的过失 结果不仅得不到加持 反而造业 这也要明白 为什么会观察过失 因为靠得太近了 加上自己业障重 看不到功德 这也很糟糕 就容易污染了内心 道友之间 关系要清澈 在一起的目的 就是以佛法为桥梁 这样才能长久 要搞是非 搞人我 搞世俗的人情 那就到世俗中去 当然 也不是说学佛了 就一定装得很清高 心怀感恩 报恩道友的心 是必要的 行动上也可以做 去关怀道友 但在心里要明白 彼此是道友 是为修行而来 不是为攀缘而来 三 莲友是很珍贵的称呼 佛友称为莲友的原因是什么 这得要从佛教的莲花说起 莲花在佛教里意义非凡 我们佛教的四种弟子 学佛修行的人 修行圆满了 或者净土法门的念佛 待业往生的 这些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里的人 或者是修行圆满 凭自立成佛的人 他们这些死后 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都要在极乐世界里 根据他们每个人的修行程度 极乐世界的莲池里 就会化现 对应每一个修行人 不同品位的莲花 这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他们都是莲花化生 或是正得佛果 或菩萨果味的 在极乐世界里 莲花的品位有九品 所以极乐世界有九品联台之说 九品包括 我们修行人所修的品 有所区别 我们往生的品位 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莲花分九品 这也是我们念佛人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品位 也有九品之说 也就是佛门弟子 修行圆满 往生西方以后 要莲花化佛 我们佛教的修行人 在极乐世界里 每个修行人 都有一朵 对应我们自己的莲花 我们佛有好好持戒 好好做人 好好念佛的人 在西方极乐世界的莲池里 对应他们自己的那朵莲花 就会开得鲜艳 那些不持戒的 贪求名文利养 不好好念佛的人 极乐世界的莲池里 对应他们自己的那朵莲花 就会越来越枯萎 因每个人所修的道果不同 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的莲花 也是根据每一个佛有 所修的品位不同 而有区别 学佛人互相之间称莲有 意思是像莲花一样的朋友 这实在是最吉祥 最美丽 最尊贵的称呼 一个人一生能拥有一个像莲花一样的朋友 可谓幸福满足 如果我们被别人称作是莲花一样的朋友 可说是对我们最大的褒奖与赞美 莲花出污泥而不染 若有钱既是朋友 无钱不是朋友 则是被金钱所染 有权时高朋满座 无权时一个不来 则是被权位所染 顺我之情既是朋友 不顺我情既不是朋友 则是被情感所染 赞同我就是朋友 反对我就不是朋友 则是被知见所染 经常联系既亲密是朋友 常识不联系 既淡漠非朋友 则是被时间所染 真心普愿 恒愿一切众生 听经文法 不论其贫富贵贱 作恩作愿 逆我顺我 常做慈祥 世纪莲花之德 阿弥陀佛 好了 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参与陪您 聆听佛音 平息烦恼 安顿身心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 请给我点个赞 还可以在右下角 点击订阅 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 您的支持 是我最大的动力 咱们下期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